哈囉大家好我是Rambo 今天呢在這個主題開始之前 我要跟大家講個笑話 笑話開始 誰的金子裡面有人 答案是毛利人 因為毛利小五郎 開始今天的主題 就是我剛在過馬路的時候 我就聽到有個男生說 正妹都愛高富帥 但其實他要這樣講 我不會說他錯 可能在他價值觀裡面就是這樣子吧 但是我覺得他犯了 全天下男人都不應該犯的錯 就是逃避責任 他說女生 都愛有錢人 就表示他在罵他們貪財愛錢 如果他們他都說女生 都愛高的帥的 就是在罵他們外貌協會 但是我覺得 應該要做到的是當責 知道自己的責任在哪裡 讓自己變得更好 這才是最主要的 因為女生沒有要你喜歡他 絕對不會是女生的錯 好 希望看到這部片的各位男生們 想想自己吧 不要再怪女生了 把自己成為一個強者 就是讓別人來 不要讓別人來挑選你 要讓你來挑選別人 好 各位 拜拜 記得按讚訂閱我的頻道 加分享 好